连丢十分,龙多是一压下节奏,谁注意到,英格拉姆,真是投铁恰逢周末,早上这场西部焦点,大展想必很多朋友都看了,洛杉矶湖人队客场挑战波特兰开拓者,玫瑰花园是出了名的魔鬼主场,湖人队半个月的时间就做客了两次,不得不说这赛程安排,真是够艰难的,说回这场比赛,又是一场典型的湖人风格比赛, 前三节一直领先,甚至在第四节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0分,结果还是被对手追了伤来,强行55开制造悬念,最后又以114比110惊险拿下,开拓者这双枪拔回抢眼,两人都砍下了30分,第四节带领球队大举反攻,特别是CG在最后时刻与老瞻对标,先期翻盘, 湖人队能够奠定这么大的领先优势,龙指导功不可没,出场26分钟,就石头8中得到了17分石篮板6助攻,全场最高的甲28正负值,老瞻今天罕见的只打了31分钟,20头9中得到了28分5板7助攻, 关键时刻帮助湖人队稳住了局面,库兹马12分6板,鲍尔3分3板3助攻,麦基12分9板,最后还是说说英格拉姆,英格今天石头三重,只得到了8分6板,还有三个失误,第四节湖人队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0分,按照湖人前面几场的套路, 这时候又要锻炼年轻球员了,开始主打英格拉姆,说实话英格这段时间的表现真的辣眼镜,干拔跳投三不沾,突破妹,线飞抢断,各种传球失误,险些葬送了比赛,最明显的就是在比赛第四节还剩4分钟的时候,此前湖人队已经连丢了10分,龙多湖顶拿球是一本下节奏,英格拉姆在底线要位,虽然英格前面表现不好, 但龙多还是把球给了他,进攻时间还剩7秒,开拓者瞬间包夹过来,英格拉姆也是投铁背得强行转身投篮,詹黄都在示意这球该传,结果被利拉格一把切掉,打成反击白白送了2分,开拓者将分差缩小到个位数,老詹在一旁也很无奈,这球他是真看气了,胡人队现在就是昭告全世界,我们要培养英格拉姆, 不论是什么大交易都不愿意把他送出去,球队从管理层到老詹都给了英格足够的权力,纷纷给他做球,让他自己去打,这种待遇恐怕也只有胡人队才有了吧,但是这么多场比赛过后,英格是真的没有拿出相对应的表现,甚至是对比球哥,哈特,库兹马,他的表现都要差一截,再这么下去,魔术师的耐心怕是要没了, 感谢观看